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由于培训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在线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由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云培训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 培训中可以静音各位的声音 并分享主讲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请先记下来等结束后再统一发问 如果您是澳科大的老师或学生 进来的时候把登录名修改为MUST 加老师或职员或学生再加上你的里程 这场培训的主题是 Webosite在科研选题与选刊投稿的应用 PPT已经上载到我们的图书馆稿航上 结束之后也会在线分享的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那么现在就欢迎本次的主讲人袁老师 袁老师你好 钟老师你好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屏幕了 好的谢谢 好的钟老师现在可以看到屏幕吗 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的培训也正式的开始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科瑞维安解决方案部门的原庆文 那今天呢很有幸跟大家去一起来分享 BibleScience数据库 在我们科研过程中的一个使用的策略 那这个培训的一个时间呢 我大概会分享这个一个小时的讲解时间 那后续呢也为大家留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呢 在一起进行交流 那我们正式的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培训 那我们今天这个基于的工具呢 还是我们的BibleScience平台 那今天的分享呢也将分为这样三大部分 那其中第一个部分呢 还是简单的跟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再回顾和了解一下 BibleScience数据库已有的一些资源 和它的一些科研价值 那当然我们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培训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我们将结合老师和同学们在科研过程中 所遇到的这个各个环节 从科研选题到文献调研 到投稿选刊的过程中 来看一下如何去利用BibleScience 帮助我们实现相关的一个资源的获取和文献的利用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简单的介绍一下BibleScience数据库 那其实对于BibleScience可能我们在座的 有的老师和同学们已经使用过非常多了 那可能对于这个数据库呢也比较了解 那我们简单的再看一下 从右边这个图来看 这个扇形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BibleScience整体上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一站式的学术平台 那这个平台中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那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物理电子工程 电子电器相关的数据库 Inspec数据库 那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这个生命医药 和这个生物医学相关的Metland数据库 那除此以外呢也包括了我们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一些区域性特色的数据库 那比如我们中国的这个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那当然也包括一些比如韩国这个区域 它的一些引文的一个数据库的资源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中呢 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选择相应的资源数据库呢 进行文献的查找 那当然我们今天培训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BibleScience平台中 最核心的一个数据库 那它叫做我们的BibleScience核心核极数据库 那这个数据库呢 可能也是大家最最常用的一个数据库了 那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去发表一些SCI论文 或者参考一些SCI论文 那么SCI呢 它就是我们BibleScience核心核极中的这个 七开引文索引数据库 它所涵盖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的 178个学科 9300多本期刊的一个论文的收入 那当然可能在座的 也有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老师或者同学们 那可能我们参考更多的是来自于 SSCI数据库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那这个里面收录了关于自然这个社会科学的 大概58个学科的一个3000多本的一个学术刊物 那如果说当然也有从事我们这个人文艺术 相关领域研究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HCI数据库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方这三个数据库呢 其实都是七刊的引文索引数据库 那除此以外 那如果说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也非常关注一些国际会议 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够参与到这些国际会议的一些讨论中 或者发表会议的论文 参与这个会议的论文的投稿 或者说进行学术的报告 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核心核集中的CPCI数据库 国际会议录引文索引数据库 帮助我们可以去查询 那这个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以及人文科学这个学科全领域下 那可能有哪些是跟我的课题非常相关的一些学术会议 那我也能够及时的去了解这些国际会议的一个动态 以及未来呢 也可以在这些会议上去进行更好的一个文章的发表 或者成果的一个分享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核心核集 它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个特点 来分享给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利用这个核心核集数据库 能够带给我们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一个文献的资源 那我们第二个维度分享的呢 是基于我们BibboSense的一个收录的文献的回溯深度 那可能我们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 那我们在选题的过程中 一定都是需要进行文献的中述的 那我们需要去了解那前人在我这个课题的这个方向 有了哪些已有的研究成果 那可能还存在哪些研究问题 那接而呢 我们去提出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新的课题和方向 那这个是我们在文献调研 或者文献综述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全方位的了解 我们这课题它的一个发展脉络的话 那其实一定离不开我们对于这些经典文献的一个追溯 比如说我们去追溯到一个课题 最早可能是这个方法论 有哪些机构的哪些老师所提出的 那后续这个方法论技术上是否有更新 以及它的这个成果上是否又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进展 那这个时候我们借助文献的回溯呢 就能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关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这个BibleScience核心和集中的回溯呢 其实也是非常久远的 那以我们熟悉的SCI数据库和SSCA数据库的收入为准 那它最早呢是可以查到1900年至今的一个文献资源的 那我们的艺术与人文引文所以呢 也最早可以查到1975年的一个文献 以及国际会议的是到90年至今的一些文献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都可以来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我们能够访问或者使用的这个SCI SSCA以及HCI数据库的一个回溯的一个深度啊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特点的一个分享 那第三个特点呢 可以说也是我们在跟老师或者同学们交流的时候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媒度 那常常会有同学们会问 那老师我在查询这个期刊的时候发现 有一些期刊呢是被SCI所收录的 那有一些呢 为什么我在背包Sense这个平台上查不到 不是被这个核心核集所收录的呢 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背包Sense核心核集的这个 收录的质量准则有关 那其实对于我们背包Sense核心核集里面的SCI SSCA以及HCA 这三大期刊以闻索引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而言 它们都是有一定的质量的门槛的 那我们的编辑们在收录一本期刊的时候 会从我们的质量评估的标准 那包括了24个大大小小的指标 来去评估一本学术刊物 它是否是一个比较标准和规范的一个出版物 那么它的质量的一个评估 那第二个标准呢 当满足我们的质量的评估标准以后 我们再从影从这个影响力的一个角度 来去看到这本期刊 可能它的学术影响力大致是什么样的 是否达到我们收入的要求 那当然满足这两个双重的一个标准以后呢 这本期刊呢 才会被根据它相应的一个学科 去划分到是自然科学的比如一些期刊 那就归属到我们SCA数据库 科学引文索引的一个收录 那当然如果说这本期刊呢 它是社科的一些研究 那么就归属到我们这个SCA数据库呢 进行收录 以及人文艺术的呢 也进行这样的一个收录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SCA、SSCA以及HCA数据库的期刊的收录呢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质量的标准和门槛的 那这三个期刊索引数据库的区别在于 它是偏重于不同的学科方向 那我们拜包SANS中这样一个严苛的期刊临选机制呢 其实也是为了保证 当我们的老师或者同学们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库 帮助我们查询文献资源的时候 能够去查到这个领域的一些核心的论文 这也是我们同学们和老师们可能来说是最最相关和最最关心的一个维度了 那我们来利用这个拜包SANS的时候 那可能大家的反应会是 那我利用拜包SANS可以查询一些文献 那除此以外还能够帮助我的科研提供哪些价值呢 那这个就提到了我们的引文索引了 那引文索引呢 其实它是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讲最最核心的一个价值 它最早呢 是由我们左侧这位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所提出 他也是我们SCA数据库的创始人 那当时他在1955年的时候呢 在SANS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提出了引文索引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指的是引文索引可以把一篇文献 作为一个检索和分类的工具 那从而呢 以这篇文章作为一个路径 来检索和跟踪这样一个课题的 一个完整的发展的脉络 以及去发现可能它在交叉学科 还有哪些可以去拓展延伸的一个方向 那这里呢 我们也跟大家举一个示例啊 来看一下 那引文索引它具体呢 在我们这个实际利用文献的时候 如何实现我们对于课题的脉络梳理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在研究的一个选题的初期 那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的导师们都会分享给我们一些经典的论文 那可能比如会跟我们说 你阅读一下这个文章 看是否对你的这个选题呢 有思路上的一些启发 那当我们 那当我们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既可以呢 去通读这篇文章的全文 那帮助我们可能对于这一篇文章 它的研究的理论的提出 问题的假设 以及数据的分析 实验的步骤 甚至取得的成果呢 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那当然 除此以外 我们当然也非常关心 那全球范围内跟我一样在做这个课题的 这些科研人员 那么大家的一个目前的科研进展是什么样的 那关于这个课题 它的一个发展态势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利用以文 所以呢 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去 全方位的对于这个课题呢 展开我们文献的调研 那第一个维度呢 是我们左边这个参考文献这个维度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各位老师同学们 最最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当我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可能我们对于其中一篇的文章的一些描述 或者说它的方法和结果呢 存在一定的疑问 那我们可以查看它的参考文献 来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理论的一个依据和细节 帮助我们呢 对于这个课题的一个文献基础和立题的依据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识 那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我们右上方这个诗影文献 那它指的是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后 那可能又被后续的哪些最新的成果所引用了 那这些成果 比如它在最近的这个2020年 那么它所取得的最新的科研现状是什么 那么以及对于这个技术方法的一个更新 那大致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诗影文献这个维度呢 来帮助我们去实现 那第三个维度呢 就是我们右下角这个维度 相关记录 相关记录的文献 它指的是 当我们拿到了两篇文章 发现呢 这两篇文章 它是有共同引用参考文献的 那这两篇文章呢 就互称为相关记录的文献 那比如我们在实际阅读论文的时候 那我们发现有一篇文章呢 和另外一篇文章 它们有共同引用的一个参考文献 比如参考文献 共同引用了十篇 那我们去读这两篇文章 我们可能会发现 它是同一个课题 在不同领域的一个 同一个课题 在同一领域的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延伸 那么它们是非常相似的一个论文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也阅读到了两篇文章 那这两篇文章 它的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数目 只有一篇 只有两篇 那我们再去深刻的去阅读的时候 就发现 那这两篇文章呢 它可能是同一个方法理论 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些研究和实践 那其实相关记录这个维度呢 就帮助我们去拓宽 对于整个课题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那我们在实际去阅读文献的时候呢 都可以对于这些重要的论文 从参考文献 诗语文献 以及相关记录 这三个维度 帮助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 我们这样的一个 课题的一个进展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外包Science的 最为核心的一个科研价值 那从几个维度了解了这个数据库以后 我们也带大家呢 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界面 那当我们如果说要去查询来自于核心 核集的这个论文的时候 那大家首先呢 要在我们这个最上方选择数据库里面 在这个下拉的这个三角里面 找到外包Science核心核集 那然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核心核集的主界面中 那我们可以设计检索式 以及去选择相应的数据库呢 进行文献的查找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SCA数据库呢 就在我们这个更多设置里的这个第一号 那当然我们如果关注一些国际会议 那这个会议的这个CPCI数据库呢 也在这个更多设置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呢 去查找相应的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甚至一些图书的这个资源 那除此以外呢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也是基于整个科研流程来展开 那我们分享的过程中 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工具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献管理和写作的工具 EndNote Online的分享 那以及我们也会介绍到 关于这个期刊的一些学术影响力的 一些评估指标 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科的一个 这个期刊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会用到这个GCIR数据库 以及上方呢 也包括我们对于 如果关注全球研究前沿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上方的ESI数据库呢 去获取全球的研究前沿 那后续呢 我们在第二部分的这个分享中呢 都有对这个各个工具 他在我们科研流程中的一些使用方法呢 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以后呢 我们就将结合我们的科研过程来分享 那在科研过程的这个阶段中 从选题的阶段 从文献调研 以及投稿选刊的阶段 那我们如何去利用WebSense的 一些数据库的文献资源呢 帮助我们去提供一些参考的策略 那首先我们看选题这个阶段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科研过程的 这个最起始的一个阶段 那在选题的过程中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 那可能我在做的这个课题领域 全球范围内有哪些 这个全球的研究前沿和热点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结合 今天分享的这些工具呢 帮助我去识别 通本学科领域 或者某个课题的一些 全球研究的热点的一些资讯 那这个方法呢 就在我们这个ESI数据库中 那大家都可以呢 通过WebSense上方的 ESI的快捷入口呢 直接进行访问 然后我们在这个列表中 左上方就可以看到筛选区 那我们可以选择筛选Research Fronts 研究前沿 然后在这个AdFitter里面 既可以根据某一个具体的 ESI学科去浏览我们的 某学科的前沿 那当然也能根据 我这个课题的一些关键词 或者专业的一个术语呢 去查找相关的研究前沿的资讯 那这里呢 我们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根据我们这个 某个课题的关键词去查询 那跟我这个课题相关的 有没有一些研究前沿 那我们同样呢是在左侧 设置设置我们的条件 Research Fronts 然后呢输入我们这个案例中 比如是同种一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输入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那在ESI数据库中 跟这个研究主题相关的 在全球范围内呢 有两个前沿 那么这右侧的两组的 这个蓝色的一个主题词呢 就是全球研究热点的一个关键词 以及它的一个术语 那如果说我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比如第一个这个研究前沿 那么其中的他对于这个前沿方向的探讨 可能所使用到的一些实验的方法 以及临床的一些方法的话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呢 通过这个右侧的高背论文 这个条形图 那直接选择这个条形图 去了解这个研究前沿的一个论文的细节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读这个前沿 那这是我们获取前沿的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来自于我们科里维安 与中科院合作发布的一份报告 叫研究前沿系列报告 那我们从14年到19年呢 都有合作发布 那当然我们2020年最新的 这个研究前沿报告呢 也即将在我们这个 11月初的时候举行发布会 那后续呢 我们老师和同学们都能够 直接在我们科里维安的 微信公众号里去下载 这个研究前沿 那当然当前这个阶段 最新的呢 是19年的这个 已经公开的这个前沿 那我们同样呢 可以去查询到 历年来研究前沿报告的一些资讯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疑问 那这份研究前沿报告里 那它有哪些跟我这个学科 跟我这个课题 比较相关的一些全球的资讯呢 那我们也以当前最新的 这个19年的研究前沿报告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份研究前沿报告里呢 它对把我们的全学科领域 进行了初步的划分 那么划分为了10个大学科领域 那分别临选出 我们每个学科领域的热点前沿 重点前沿 以及新兴前沿 那以这个化学和材料科学这个大学科为例 那我们大家呢 都可以在这个报告里去查询到 化学和材料领域的 Top10的热点前沿 以及呢 当然更为重要的 也包括了我们中科院相关领域的专家们 有对其中的一些重点前沿 重大新兴前沿呢 进行了专家的解读 那比如说 对于这个重点热点前沿 分子机器呢 在这份报告里呢 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的 那我们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呢 也可以查看一下 我们所在的某个学科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的 这个全球的热点前沿 重大前沿 以及新兴前沿 分别是什么 也能呢 结合我们中科院相关领域的专家的一些解读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把握 当前的一个前沿的趋势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种方法 获取研究前沿的一个维度 那其实另外的一些常用的方法呢 也包括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这个课题上 进行全方位的中述 以及分析 去找到一些延伸的一个新的方向 那这个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去详细的一个介绍了 那当我们在这个选题的阶段 那结合已有文献的阅读 那结合我们前沿热点的一些追踪 了解到我们这个领域的态势以后 那可能我们的课题呢 就相应的也就敲定了 那我们选择了课题以后 那当然我们的科研呢 也就真正的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正轨的一个流程中 那我们需要开始 对于我做的这个课题 我要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 全球范围内 那么对于我这个课题当前的研究态势是什么 那我们就牵涉到进行文献的检索和文献的阅读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利用WebScience的话 那它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比较快速的找到 跟我这个课题相关的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呢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通过一个无人机这样的一个案例 跟老师们做一个示例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图书馆的官网中 找到我们WebScience数据库 然后直接去设计关键词 比如说对于这个案例中 我们用了主题这样的一个检索的字段 主题的字段呢 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关键词 那我们对于这个无人机 进行检索式的一个设计以后 然后比如说我们查询 无人机相关的IC论文 那我们选择检索呢 就能看到 那关于无人机这个领域呢 其实IC论文的产出数量呢 是非常多的 那将近呢 已经将近有一万七篇 一万七千篇的这个IC论文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有 熟悉的场景可能就出现了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 那其实我们要去查一些信息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也有多种渠道呢 能获取 但难就难在我们如何能从 这样海量的文献的信息中 帮助我们找到那些 我真正需要的 并且呢 是一些非常高质量的一个资源 当我们利用这个 BIPALSANS数据库的话 那其实呢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几种维度帮助我呢 从这个海量的资源中挑选出 那些比较重要的一个文章 作为参考 那我们跟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在这个文献检索结果的界面中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背影评次 这样的一个维度 那我们可以根据背影评次 对我们查找到的论文呢 进行降续的排列 来识别出那些 高影响力的一个论文 那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当然如果说 我也想关注一下 在全球范围内 比如说 我这个学科领域的 这个无人机的课题 那它在全球范围内 比较顶尖的那些文章是什么 那我们也能在左下方的 锁定这个领域的一些高背影论文 去限定我们的结果 来提取出 比如关于无人机相关研究的 286篇的一个高背影论文 我们进行深度的这个阅读 找到我们要找的一些重要的文献 那这两种维度呢 其实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背影评次的一个角度来出发的 那其实背影评次的这个维度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客观的 那因为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 那一般情况下 一篇文章的背影评次越多 也就代表了 那这篇文章受到了全球同行 更多的关注 更多的认可 那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维度 帮我们筛出一些 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 非常经典的著作 非常高影响力的一些著作 那这是我们这个 关于背影评次的这两个方法 那当然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对于最新文献的一个阅读 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比如2020年 无人机这个领域最新发表了哪些成果 那在这些成果里面 那可能我们的广大学者 都在关注和阅读的是哪些文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指标啊 叫这个使用次数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大家可以在更多这个下拉的这个三角中呢 去找到我们这个使用次数 最近180天 那这个使用次数呢 它其实是一个文献级别的用量的指标 那我们通过去看一下 比如一篇文章 它在最近180天里面 可能受到了多少这个科研学者的检索 分析和和这个阅读 那我们的BibbleSense中呢 就会对这篇文章保留一次使用的记录 那我们比如对2020年 关于无人机的这个研究论文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看 最近180天里面 可能使用次数比较高的这些新论文是什么 那么去找到那些 跟我们一样在做这个领域的这些科研人员 大家都在阅读的一些文章 那可能也是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呢 不能错过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新论文 那这是第三个方法 那当然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 也会阅读一些中述的论文 那我们同样呢 在左下方可以进行我们文献类型的限定 只查看review这样的一些论文 那随着这几种方法 在我们进行文献检索和阅读的 这个过程中的使用呢 其实我们会筛选出比较多 非常经典的高影响力的 以及一些新的好的论文 那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课题的认识 越来越深入 那可能呢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课题的了解呢 也会越来的越这个准确 那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最初只是以一个关键词 去进行文献的检索 那可能我查到的范围 有点太大了 因为我最终做的呢 可能只是比如无人机在机器人相应的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应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样是在左下方可以看到 外包Sense 学科类别 然后去限定到我们最终的这样一个分支 比如说我们勾选一下这个机器人这个相应的学科 然后我们进行文献的经验呢 就能比较好的去精准的找到我们关注的一个学科领域的文章了 那这些方法呢 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可以在实际利用外包Sense 进行文献查找和阅读的时候呢 根据需求去选择 那我们如果需要一些高影响力的经典论文 那我们通过背影评次帮我们去找到 那如果说我关注的是新的论文 那我们通过使用次数最近180天 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大家都在看的一些好的文章 那以及我也关注国际会议 也关注一些图书的著作 那同样呢 还是在咱们左下方的一个筛选区 我们都能够呢去获取到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几种方法 帮我们找到论文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我们找到以后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高背影论文 识别到一篇文章非常好 那么它是跟我自己现在在做的课题呢 非常非常相关 那我们也可以呢 通过点击这篇文章的标题 进入到它的全记录的界面中 那我们可以详细的浏览 那这篇文章 它是关于什么研究主题的浏览 它的标题和摘要呢 能大致的了解它的一个核心 那以及呢 如果说我们也关注 那这个课题 它这个自这篇文章出版以来 可能最新当前的一个进展是什么 那它是13年发表的 那到20年为止 那这个研究 是否有一定的延伸的一个研究 和创新的一些方向出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可能大家就想到了 我们刚才在分享 我们BibleScience的时候呢 提到了引文索引的这个三个维度 能帮助我们呢 去进行全方位的这个课题的一个解读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实现的方法呢 也是通过参考文献 诗影文献 以及相关记录 那也是在这个全记录的界面中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找到的一个访问入口 比如说我们想看这个最新的这个发展的态势和进展 我们看一下试影文献 我们大家可以直接点击1099背影评次 它是一个超链接 链接到这个试影文献的界面中 那如果说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可能对于这个方法的这个理论呢 有一定的疑问 我想更多的进行了解 那我们右下方这个引用的参考文献 我们同样也是通过这个参考文献的数值 直接去链接到我们参考文献的一个 界面中 那以及如果说我想看一下 它在交叉学科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和创新点产生 我们通过这个最下方查看相关记录 帮助我们呢 从这样三个维度 可以对我们拿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文章 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那当我们对于这个课题 做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梳理以后 那我想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选题的这个方向呢 就会比较的明确了 而且呢 对整个领域的认识呢 就会加深也能更好的去开展我们自己的这个课题的研究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在这个科研选题和这个调研的过程中 选题以后 那我们如何去找到一些高质量的一个论文 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选题以后 我们除了要去阅读一些 我跟我们非常相关的一些好的论文以外 那可能呢 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 也需要对于我们整个学科领域的这个研究进展呢 做一个全方位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在写作introduction的时候 那可能其中的比如倒数第二段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综述一下 那我这个课题呢 可能在最早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以及后续呢 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这个教授 在这个方面可能有一些新的成果 提出了什么科研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在写作的这个模块 在综述的这个introduction 综述的段落里一定会用到的 那我们利用WebScience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能帮助我们呢 去识别我们再去做这个综述和课题调研的时候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那这个课题至它提出以来 那可能在随着年份的递进 它在全球范围内有哪些科研产出 以及呢它的发展的态势是什么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课题全球范围内 哪些国家哪些机构哪些作者 他们的科研成果是比较突出的 可能我们想锁定这样的一些机构和作者 未来进行科研的合作 进行基金的申报 甚至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讲 我想要继续的去申造 我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这个学科领域突出的机构呢 帮助我去选择一些未来 进行比如说博士博士后这样的一些 深造的一些机构的选择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分析检索结果的界面中 我们大家呢都可以在reo上方看到 分析检索结果 然后呢通过多个维度 对我们查找到的文献呢进行分析 比如说我们关注 关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它全球的一个每年产出的趋势 研究的热度 那我们通过初版年这个维度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可以看这个柱状图 从12年到2020年呢 其实近年来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呢 还是一个递增的趋势 那尤其在我们这个2017年到2019年间呢 这个增速呢就非常明显 那我们也能了解到 那可能对于这个话题 对于这个课题的一个研究呢 它的一个体量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比较大的 那可能它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 那除此以外 如果说我想了解一些高产出的机构 我们就能通过机构扩展这样一个维度 去识别到这些高产出的 这个无人机相关研究的一些机构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 比如发文Top10的这个机构里 能识别到一些 比如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中科院 以及北航大学 以及这个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国内的一些机构的一个产出的论文 当然也能发现可能其他国家和地区 对于这个无人机这个领域的 ICS产出的论文的趋势 那我们都能呢去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我们也非常关注一些 这个领域高产出的作者 高产出的一些代表性的学者 我们通过发文作者的一个维度呢 也能去分析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个趋势 那比如说我们在识别出的这些科研人员里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查查看 他所发表的这个关于无人机 是哪个分支方向的一个研究 他可能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代表作 和实现的一些方法 那其实我们都能去精准的锁定到 某个产出比较高的一些教授呢 帮助我们去及时的追踪 这个课题可能最新的一个动态是什么 那当然更多的维度呢 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在这里一一展示了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都能呢 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文献调研分析的过程中 去根据这样16种维度 全方位的对我们的课题进行一个分析 那当然我们这个分析如果说 我们分析的时候 这个检索式越是设计的 跟我们写作的这个方向 或者选题的方向越接近呢 那我们对于这个课题的一个探讨呢 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一个精准 那我们的分析呢也会更加的一个全面的 那这是我们在对于第二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 从选题到我们这个查询论文 以及到进行文献的调研与中述的过程中 外包Sense帮助我们去提供的一些参考策略 那我们第三个部分的一个分享呢 将聚焦到我们科研流程的 也可以说是最后一环 投稿选刊这个阶段 当我们去完成了一个课题的研究 那我们会把它写作成一篇论文 那去记录我们的研究的过程 以及呢去记录我们的研究成果 那当然我们还能去发表到一些 比较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平台上 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能够看到我们的成果 那也为我们自己呢 带来相应的科研学术的一个影响力 那如果说我们进行 投稿选刊这个阶段的话 那可能我们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那比如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之前阅读的这些非常多海量的论文 它们都是来自于哪些期刊 那这些期刊呢 可能跟我们的课题呢 就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我们的 投稿的一个期刊的选择 但除此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已有文献 对于这个课题进行分析 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 适合我们这个成果发表的 一些比较好的期刊平台 我们这里呢 就跟大家分享三种维度 第一个方法呢 就来自于我们这个 WebScience数据库中 我们刚才呢 已经提到了 那我们可以对我们已有的这个课题 现有的论文呢 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那当然也能进行期刊的一个分析 那比如说我们以这第二个案例为例 这是近十年的 关于冠状病毒研究的IC的论文 那如果说我想看一下 以往的这个近十年的这些 跟我在做同一领域的这些科研人员 大家把文章都投到了哪些期刊上 那我们可以通过右侧的分析检索结果 从来源出版物这个维度 来分析一下 那么这些全球同行的更多的科研人员 那么大家的投稿经验是什么 我们也能呢去借鉴我们同领域相关科研人员的 一些投稿的经验 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适合我们的期刊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关于冠状病毒研究的一些IC论文呢 比较多的发表在了病毒学这本期刊上 这期刊上呢 也已经收录了400多篇的一个论文了 那我们也能去查看记录来浏览一下 那这个期刊收录的400多篇论文分别是哪些 当然呢也能根据这个日期进行排序 那去看一下这个 这本期刊 它在最近一两期2020年所收录的文章里面 我们浏览它的标题和摘要 那看一下有没有跟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切合的 那我们也能选这本期刊呢 作为我们投稿的一个选择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WebScience 帮我们选刊的方法 那当然说如果说我也关注 这个期刊是SA的期刊的几区的期刊 在哪个学科影响因子是多少 我们通过这个每一篇文章下方的期刊呢 都是一个超链接 可以直接查看到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区 以及它所在的这个病毒学这个学科里 它的排名是什么 那这是第一种维度啊 你通过全球学者的一个分析 那当然如果说我也关注本土 中国的一些作者的发文的经验 那同样呢我们是限定一下国家和地区 然后再进行来源出版物的分析呢 就能对比一下可能中国学者发文的一个倾向的期刊 和全球学者发文期刊的选择 我们从这两个列表中呢 都能帮我们提供一些策略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GCR数据库 那可能我们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呢 对于这个数据库没有像WebScience那么那么的熟悉 但其实呢GCR中的一些指标呢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 那比如说影响因子 比如说期刊分区 那我想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除此以外呢 GCR中也包括非常多的一些指标 帮助我们去评估一本期刊的影响力 那回归到我们这个部分的主题 那GCR它在我们投稿选刊的时候 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策略呢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进到GCR数据库里面 可以直接看到期刊这个模块 然后呢去限定到 我们关注的这个分支学科领域 比如病毒学 那我们看一下病毒学这个学科里 都有哪些SCI的一个期刊 那在右侧的这个列表区呢 我们大家既可以看到这个期刊的列表 又能看到每一本期刊 它的学术影响力 比如影响因子 准备评测 以及它的分区等等 各方的一个指标 那在这个列表中 我们大家一定能看到一些 非常熟悉的期刊 我们已经阅读了非常多 来自于这些期刊的一个论文 那我们可以把它们 作为我们投稿的选择 当然除此以外 其实在这个列表中呢 也包括了一些新的期刊 可能是一些新收录的 新创立的SCI的期刊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锁定了 这么精细的一个分支的学科 那我们当然也能看一下 除了这些熟刊以外 那哪些新的期刊 其实我也是可以去作为论文的投稿尝试的 那我们呢 通过GCR呢 在这个列表中呢 帮助我们去拓展 我们的投稿的思路 去发现更多 更好的一个期刊呢 进行投稿 那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呢 也是最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方法 我们大家呢 可以利用这个Endnote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Endnote中呢 也包括了一个期刊匹配的一个模块 可以根据我们某一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摘要 以及选择导入或者不导入我们的参考文献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查找 跟我们这个写作的论文 比较相关的一些期刊是哪些 那Endnote呢 它将基于我们Biblefans 以收录的文献进行文本的匹配 那帮助我们临选出那些比较相关的一个期刊 那在这个列表中 我们看到Endnote基于我们提供的信息 匹配到了十本期刊 浏览到每本期刊所属的学科 所在的这个学科的期刊的排名和分区的情况 那当然也想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每一本期刊这个最左侧的关键词评级 那这三个关键词呢 其实就是我们Biblefans的文献 与我们提供的这个标题摘要的文本信息 进行匹配的一个依据 那如果说这些关键词也是比较相关的 那比较大的概率呢 那这个期刊都是跟我们的文稿呢 是比较合适去投稿的 那当然在右侧呢 也包括相似论文这个维度 比如我们看到第二本期刊 Cell Journal这本期刊呢 它跟我们的这篇文章就有相似的论文 那这些论文呢也建议大家可以阅读一下 帮助我们判断 那这个相似的论文 跟我们的这个论文 它的一个相关性 那是否是一些 确实是同一个课题 同一个领域的 那其实比如Cell Journal这本期刊 我们也是可以去作为投稿选择的 当然在每一个期刊的列表的右侧呢 都展示的有这个期刊的官网和期刊的一个投稿官网的信息 那么大家在选定期刊以后呢 都能一键式的去了解官网里的这个期刊论文收入的一个要求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三种帮助我们选刊投稿的一个工具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提到这个选刊投稿呢 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发现 非常多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非常关注 那我选择了期刊以后 我如何能够对于这个期刊进行全面的了解 全面的调研 帮助我能够加快我的成果的发表 可能提高我论文的一个接受率呢 那这个就也是我们今天在投稿选刊这个阶段非常重点的内容 那我们在了解这个解决方案之前 首先跟大家汇总一下 我们总结的老师们可能常常在投稿选刊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有一些老师呢 他在投稿的时候可能发现 这本期刊就在已经接到接收函的情况下 才发现他并不是我要投的这个SCI期刊 那是我在投稿的时候 这个期刊的官网查错了 进入到一些这个VSCI的期刊 或者是这一些钓鱼期刊的一个界面了 还是说存在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老师和同学们反应 在投稿的时候 常常会由于我们这个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 论文的收录要求等等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 那导致呢 编辑们可能在回复信件的时候就提到 说我们的文稿跟他们的要求是不匹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去找到这个期刊 官方的一个收录文献的一个要求 以及去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这些问题为导向 以我们提到的WebSense平台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投稿选刊的过程中 如何去避免进入这些问题的一个雷区 更好的呢去发表我们的成果 那首先我们可以给来看一个例子啊 比如左侧的这个期刊和右侧的这个期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能够去识别出哪一本才是真正的 这个期刊的一个官网期刊的一个信息吗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左右两本期刊 不管是期刊名还是这个期刊的 Issn号呢都是一致的 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官网不一致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到 那左边的可能是真的期刊 怎么去找到它准确的一个官网呢 那第一个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可以利用我们WebSense中的主期刊列表 来帮助我们去实现 那我们大家呢都可以在WebSense平台上 找到Master Journalist 然后直接进入到期刊收录查询的一个界面中 比如说我拿到了一本期刊 我想确认一下这本期刊到底现在是不是ICI的期刊 以及这个期刊的官网 唯一准确的官网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输入这本期刊的名称 然后查找期刊 那在这个匹配的这个界面中就能看到 分子药剂学这本期刊 它是被我们Sense Citation Index所收录的 它被SCA数据库所收录的 那我们就确认了这个期刊是SCA的期刊 当然我们还想确认一下这个期刊的官网 那我们可以通过View Profile Page 然后呢去看到这个期刊唯一的这个准确的官网 以及它的投稿官网的信息 那帮助我们的精准的去找到这些期刊的一个途径 以避免呢就进入到一些可能虚假的一些期刊 或者一些恶意推送的一些伪期刊的一个文章的一个界面中进行投稿 那这样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学术的损失 而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那我们由于这个对于期刊的收录论文的要求不了解而导致的一些巨稿 那其实这个方法都是在我们身边 那我们在投稿的时候 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官网以后呢 直接去查询 那这个期刊到底对于文献类型的要求 收录学科方向的要求 收录甚至参考文献的要求 图表的要求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官网中 authors这样的一个模块中 找到像authorsguidlines 或者authorstratural这样的一些文件 那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就能详细的了解 那这个期刊收录的研究方向的倾向性 对于各种文献类型的一个格式的要求 图表的要求 以及投稿的要求 甚至一些期刊编辑信的一些模板 那其实我们通过期刊的官网呢 就能全方位的进行了解的 那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帮助我们去提升 对于期刊了解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也能利用我们的BibbleSense 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比如说我关注一本重点期刊 我们可以以出版物作为一个字段 出版物名称 去检索这个期刊收录的已有的文献 比如我们根据日期来排一下序 来看一下2020年这本期刊 最近几期收的一些文章里 那有没有跟我这个学科 我这个分支领域非常相关的 那我们借此呢 也能判到这个判断 这个期刊对于研究方向的收录 是否有一定的变化 来确定那这本期刊 到底现阶段适不适合我去投稿 那这是第三个方法 那第三第四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从这个格式的维度啊 那常常有非常多的期刊的剧稿呢 就快速的剧稿都是由于格式不对 或者参考文献中出现一些错误 那编辑们呢经常审阅稿件 他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我们在格式中犯的一些低级的错误 就进而就剧稿了 当然对我们的研究理论呢 也会有所怀疑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 我们身边的一些好的工具 比如说EndNote 帮助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呢 规范我们引用的参考文献 以期刊投稿要求的标准格式 进行参考文献的一个编辑 那我们就用到了EndNote中的一个小插件 叫Set Value Write 这是Online版 那当然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 这个单机版的一个权限 那么直接安装了EndNote X9的单机版以后 它能够直接的嵌入到我们的 word工具栏里面 那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要引用参考文献了 那我可以选择一下EndNote 然后呢 点击最左上方的 Insert Citations 然后插入参考文献 只需要呢 在我们接下来的对话框里面 输入标题或者名称 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文献图书馆中 找到这篇文章 然后插入 那我们可以看到Ecell这本期刊 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为例 它在文中和文后的这个参考文献呢 就实现了规范的一个引用 那当然在我们写作的时候 或者投稿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我选的第一本期刊 好像没有那么适合 这个我的投稿选择 我可能会改投其他期刊 那这个时候换期刊的话 那我们的参考文献的格式 也会有所变化 那因为不同期刊呢 对我们的格式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 我们如果利用EndNote的话呢 那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一件事的 直接切换为我们另外的第二本 投稿期刊的一个参考文献格式 这个方法呢 也是在这个style里面 我们可以去找到Nature Reviews 比如说我要投的是这本期刊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选择以后 那它在文后的参考文献呢 就有左侧的style的格式 统一批量的切换为了 我最终投的Nature Reviews 这样的一个参考文献的格式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投的是 其他的期刊呢 大家也都可以在选择其他格式里面 在这个格式里面 第一行选择其他格式里面 去找到我们的目标期刊 那这个Nature单击版呢 包括7000多种期刊的格式 那online版呢 也有4000多种的格式 基本上呢 能满足我们大家的一个 修改参考文献的一个格式的需求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第四 这个解决我们这个 加快成果出版 这个出版 提升命中率的一些 Nature Reviews的一个方法呢 就通过规范的帮助我们 引用参考文献呢 来避免由于格式这种错误 所导致的一个退稿 那这是我们第四个解决方案 那第五个解决方案呢 其实也是站在我们学者的角度 那我们发表一个成果 我们当然也想全面的了解一下 这个期刊的影响力 是否达到我们心理的预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到GCR数据库中 直接去查询这个期刊的影响力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还是以这个神经分子 这个生物学为例这本期刊 我们可以在GCR中呢 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这本期刊 那当然包括了这个期刊 它是否是被SC的 哪个学科所收录的 以及这个期刊出版的频率 以及它是不是Open Access的 一本期刊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OA的这些期刊呢 是需要我们作者在发表的时候 付一定的版面费的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GCR里呢 就能很很详细的了解 当然如果说我也非常想了解 这个期刊历年来的一个 影响力的变化的趋势 那我们在All Years这样的一个模块呢 可以看到这本刊被SC收录以来 历年来期刊影响力的变化的趋势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还非常关注一些期刊的影响因子 同样在这个Profile的界面中 我们能看到它19年最新的影响因子 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期刊的这个收录 也要想要了解一下它收录的倾向性 收录的来源的国家和地区的话 那这个Profiles呢 也有这个机构 近三年出版文章的一个机构 和这个国家地区的一个分析 那帮助我们呢 在了解期刊的时候 有一定的参考 那这个OA这个以及呢 这本期刊是一个OA的刊 那我们也能看到 它的这个OA的一个各个类型 那利用GCR呢 其实都能帮助我们去全方位的了解期刊 那除此以外呢 当然如果说我们也想了解 那期刊这个GCR里面 这个期刊它的一些特定文献类型的一个 引用的一个趋势 比如右侧的这个引文分目图 它就展示了这个期刊上 前两年就是1718年 发表的论文 包括article review 以及其他文献类型的文章 在19年全年所获得的背影评次 那我们通过这个维度呢 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 大概的对于我的 比如article研究论文的一个 影响力上有一个预期 那关于这两个图表呢 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的 那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免费的下载 我们这个全面画像 而非简单指标去了解 对于期刊影响力的一个考量 那当然如果说我在投稿的时候 我也想要找到一下 有一些期刊 哪些是跟我的这本刊 比较相关的 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引用关系的 密切相关的 那我们G420呢 也包括非常全面的 这个期刊的 适应期刊和背影期刊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在这些比较相关的 19本期刊里 比如找到 那跟我这个目标期刊 神经分子生物学 非常相关的 密切相关的一个期刊 那未来也能把它们呢 作为投稿期刊的一个选择 那在阅读文献的时候 也可以精准的 多去定位和了解 这些期刊的一个出版物 出版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那这个我们利用G420呢 大家都能够去查询到的 那这个是我们分享的 在投稿选刊这个阶段 那如何去规避一些 现有的一个 可能大家反馈的一些 存在的问题 导致聚稿的一些问题 帮助我们呢 去在成果发表的时候呢 提升我们的一个命中率 那这个信息呢 其实也是跟大家去进行 分享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那当然在我们投稿的过程中 可能也会发现 有一些期刊呢 我们自己是可以推荐审稿人的 那这个时候 除了我们去咨询相关领域的教授们 帮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以外呢 其实当然我们自己 也可以结合文献的分析 帮助我们去了解 跟我一样在从事这个领域的 全球的科研人员 大家的一个投稿的 大家的一个发文的作者是哪些 然后帮助我呢 去找到他们作为审稿的一个专家 那么通过作者这个维度 对我们已有的这个文献的作者 进行分析 找到那些高产出的一个科研人员 作为我们的审稿人的推荐 当然如果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教授 可能他是来自于哪些机构的 或者哪些机构呢 他就是在这个学科领域 有所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研究成果 那我们可以先限定到机构 再限定到作者呢 去更精准的找到这样的一些学者 那这个是对于审稿人的一些推荐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座的也有青年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还没有参与过论文的这个审稿 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成为审稿人的话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工具 叫Pablons Academy 它是我们科瑞维安面向全球的一个同行评议的一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中汇集了科研人员 学术期刊以及审稿专家编辑 这样的一个大的学术社区 那在这个Pablons中也包括一个Pablons Academy 那么它由我们的审稿专家 我们的期刊编辑以及诺奖获得者联合 为我们的青年学者所打造的 它是一个免费的课程 大家都可以注册一下 来了解这个同行评议的一些技能 那完成这个同行评议的这个课程以后呢 将会颁发给大家一个Pablons Academy的毕业证书 那也又代表了我们在这个平台中 是获得了一个成为审稿人的一个基本的资质的 那未来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编辑们 进行审稿人的这个邀约的时候 也能够去查到 我们也是具有审稿的一个资质的 可能我们大家呢 也能受到编辑的邀约 参与到我们的论文的同行评议中 那当然除此以外呢 Pablons他也是一个展示科研成果的一个平台 帮助我们的科研学者呢 去梳理已有的成果 去跟更多的科研人员建立起交流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都可以利用WebScience中 把我们自己的论文呢 导入到Pablons中 然后呢 对我们已有的成果 就生成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档案 那在这个档案中 就包括了论文的指标 背评次或者H指数 去反映我们个人的学术影响力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奖项 比如说Pablons的这个审稿专家的奖项 或者我们获得了Pablons 通行评议的一个资质的话 我们在个人的界面中呢 都有非常详细的展示 那未来呢 也能与这个社区里面的 全球的科研人员呢 建立起更为相关和密切的一些学术的交流 那这个平台呢 是面向全球的科研学者都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扫我们这个二维码 比如注册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账号 去加入我们这样全球科研的一个共同体中 去参与到我们的通行评议中 那这是我们在其实跟大家拓展的一个内容 帮助我们的学者呢 能够更好的去未来参与到通行评议 那到这个部分为止 那其实我们也基于Pablons平台 从这个科研选题到文献调研 到投稿选刊 比如审稿人的推荐 以及审稿技能的一个学习 以及呢去了解我们审稿的一个流程 那跟大家呢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工具啊 可能大家对于WebScience平台 对于Anot 对于这个GCR 因为我们的培训时间 或者培训的这个密度是有限的 如果大家有相应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CurvyM的公众号 我们CurvyM的公众号里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在线学院里 也录制了非常多 对于这些数据库使用的一些免费的课程 比如在今年的疫情这样的一个形式下 我们上半年录制了2020年科研人员专场 那一些免费的课程 大家都可以呢去进行学习和了解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部分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认真聆听 好的 那我这个讲解结束以后呢 主要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留给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今天的分享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有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可以呢解除静音 然后直接进行提问 或者呢也能通过我们这个聊天 在这个chat里呢直接提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刚刚是跟着你的那个步骤一直走 然后我发现有一些 它有一些是可以查看 那个什么出版物的一个影响力 有一些它又没有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呢可能是 因为我们这个出版物的影响力 是在BibleScience里看到的 这个期刊的影响力对吧 对 对我展示一下这张片子 就这个地方进入 然后看到的 有的可能就打不开这个界面对吗 有一些它好像直接就没 就是它没有写 对的 其实这个原因呢就主要 如果说我们看到了一本期刊 它是蓝色的超链接 那打开也能看到 它是这个影响因子和分区的话 那其实代表这本期刊 它是被SC数据库或者SSCA所收录的 只有被SC和SSCA所收录的期刊 才有这样的影响因子 分区这样的一些指标的 那如果说 你看到的一本期刊 可能它这个期刊 我们就没有办法点击 或者去查看它的影响力 查不到 那这个就代表这本期刊 它并不是被SC和SSCA所收录的 这个你可以在我们分享的 刚才分享的这个主期刊列表里 就可以直接查一下 如果说查到的结果呢 是这个WebScience核心核集 SC或者SSCA的一个收录 那可能这是 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那如果说 其实就查不到这本期刊 它的收录情况 那就代表 它确实不是被这个SC SSCA所收录的 所以它没有相关的这些 影响力的一个指标 对 嗯好的 嗯好的 谢谢您 还有其他问题吗 您 嗯好的 我看到聊天区 有同学在问 同行评议的这个系统 怎么进入评议课程进行学习 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可以直接 就是登录一下Publos 或者呢 在我们BibleScience 其实最上方的导航栏里面 也有一个快捷的入口 我给大家找一下 对这个最上方呢 其实也会有一个入口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大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最上方 BibleScience 最上方导航栏 这个有一个Publos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点击它进入到Publos的 这个界面中 或者呢 其实你看右边 也有一个Publos Claim your publications Track your citations 这个可以直接 点击 就进入到Publos的 这个官网里面 然后呢 大家可以免费的 注册一个 个人的这个账号 把我们自己的文献呢 导入进去 当然像你说的 这个同行评议 这个Publos Academy 课程的学习 也是在Publos 您进入到 这个官网以后 就能看到 它的一些推广 或者说 它的一个入口 Publos Academy 就这样的一个logo 然后Publos Academy 就是你进入以后呢 其实有账号了 然后进入以后 就能 注册一下 这个课程 就是选择 可能学习 然后 那相当于 这个课程 就有相应的权限了 然后我们就能 进入这个课程 进行学习 而且这个课程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可能在 比如说 在一两个月内 完成这个学习 以及完成课程的 相应的一些内容以后呢 就能获得 这样的一个知识 我给大家 可以看一下 这个Publos 它的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ublos 这样的一个 个人学术档案的界面里 那其实在这个 Publos的官网里呢 我们在各个模块都能 或者直接搜一下 都能看到 Publos Academy 它的一个入口 看一下有其他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能不能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去进行远程访问 这个一般情况下 是可以的 这个看咱们图书馆的老师们 还在线吗 其实一般情况下 图书馆呢 或者咱们学校都会有 那个远程访问的VPN 我们通过VPN访问以后呢 就能够正常的使用 咱们学校通过IP订购的 这些所有的数据库资源 这个访问的方法 或者说咱们VPN使用的方法呢 建议老师和同学们 咨询一下咱们图书馆的老师们 一般情况下 都是有远程访问的 这个权限的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你说的 那个EndNote 就是我看它 那个你展示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 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那个EndNote 是只能说 就是进入 因为我现在是进入 那个Web of Science 然后上面有一个 可以点击 然后你自己要注册 那这里是只能在线上 你自己写的时候 在上面写 还是说有一个 可以下载的一个软件 什么的 好的 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EndNote呢 我们刚才也简单的讲了一下 它有两个版本 然后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这个Online版 Online版就是在线的 就像您说的 那我需要点击一下 进入它这个网页 然后我要免费的 注册一个个人账号 就是以邮箱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就能够有 在线版的使用权限了 但其实它的另外一个版本 是EndNote单机版 就是一个可以安装到 我们个人电脑的一个软件 然后安装以后呢 我们在电脑的这个本地 我也能使用EndNote 而且呢 这个EndNote的单机版 比这个在线版要 功能强大非常多 这个咱们图书馆是有订购的 您到时候可以咨询一下 咱们图书馆的老师 就获得这个EndNote的下载的安装包 还有一个激活的序列号 就能去下载到我们个人的这个电脑里 嗯 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 那像我今天展示的这个EndNote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online版 这个主要是参考文献这个功能 online版和单机版都能实现的 这个是都是能够去实现的 只是online版要多一步 要先下载这个小插件才能就是使用 但是单机版的话 我们安装完成以后 它能直接嵌到word的工具栏里面的 嗯 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那其实咱们学校图书馆 也为大家预约了我们11月 11月3号的EndNote单机版的培训 如果说大家对于EndNote这个工具 非常感兴趣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参加一下 也是11月3号下午3点钟左右开始 如果说没有这个软件的话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图书馆的老师们 我们可以提前安装好 那到时候也能跟大家更多的进行交流 好的 谢谢您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有问题吗 嗯对有一位老师或者同学问 只能用英文字段进行检索 嗯是的 因为WebSense它是一个外文数据库 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字段进行检索 是最常用的 那像我们刚才也提到 WebSense平台里 除了这个核心核集 我们今天分享的 也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引文数据库 在这个 在这个左上角 这个扇形的左上角 在这个位置 我用这个文本框圈一下 这是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数据库 CSCD数据库 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引文数据库 那它就支持我们用中文直接进行检索 然后另外也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数据库 比如这个KCI 它是韩国的一个数据库 那它也支持韩语的一个检索 但对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核心核集 就这些期刊呀 或者是图书会议的话 它是仅支持我们的英文检索的 只有一些区域性的国家的一个数据库 才会支持这个中文的 或者是他们特定语言的一个检索 甚至这个相应国家语言的检索 对啊 有的同学问 也是这个下次endnote的培训 也是zoom这种形式吗 是的 这个也10月3号下午两点 下午三点钟 这个详细的请咱们图书馆的老师 其实到时候都会发一些推送 然后也是通过zoom这个软件 大家还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进行分享 然后后续也会有答疑 对我看到咱们图书馆老师 已经发了这个链接了 就是这个会议 zoom会议的链接会议号 以及时间是11月3号的下午三点钟 我们会集中去讲解endnote 这个单机版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有一位同学或老师问到 进入SSCA遗文库的标准是什么 好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分享 这个期刊收录的时候的一个 分享的一个维度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BibleSense中 它对于期刊的收录是有质量标准的 我们在查文章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比如我们自己的这个学科里 会有很多很多种期刊 但是只有部分的期刊 才是SCA的期刊 或者SSCA的期刊 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的编辑们 在去收录期刊的时候 会去考量这本期刊的 一个学术影响力的 会从质量的标准 比如这个期刊 它是不是规范的一个出版物 这个出版社出版商 它的一个知识 以及呢这个出版物 它的一个编维啊 或者说它的通行评译的流程 会去考量这个期刊的质量的 一个标准 然后另外一个标准呢 就是影响力的标准 那这个就会分析 比如说这是一本 已经之前已经收录文章的 一个期刊 那我们去看到 在这个期刊上 已发表的这些论文 它的一个学术影响力 是怎么样的 以及呢去从这个期刊的编维 和它合作的审稿专家的维度 去考量这个期刊的影响力 满足质量和影响力的 双重标准以后 才能够被收入到SCA数据库 SSCA或者HCA数据库 然后刚才的问题中 还涉及到了 是不是只有影响因子 足够高才会被收录 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当于是 这个流程是反着的 我们首先是被SC和SSCA 这两个数据库收录以后 它才会有SC的影响因子 分区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这又牵涉到我们刚才分享的 这个数据库叫GCR数据库 那GCR数据库 我们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的介绍 GCR数据库 它就是一个期刊引证报告 这里面就对于属于SC的期刊 和SSCA的期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期刊评价 对于这些被SC收录的和被SSCA所收录的期刊 为他们计算了相应的影响力的指标 影响因子 是这本期刊 这个顺序是先被SC和SSCA收录了 它才有可能会获得 它才有这个资质GCR 帮他们去计算这个影响因子 分区等等利计指数 这样非常多的指标 是被收录以后才有指标 只要是收录的一般情况下 都有标准的一个指标 对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在GCR里面可以去确认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 NNote安装包能不能分享给大家 刚才咱们图书馆的老师们已经在这个chat里 已经分享了NNote的一个下载的链接 就是这个NNote desktop 就是NNote单击版 它安装完成以后呢 就是一个软件 我这里也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这个NNote 当我们安装完成以后呢 相当于我们电脑里呢 就生成了这样一个NNote的一个软件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文章导进来 然后进行管理 那在写作的时候 也能帮我们去像事例中的一样去进行参考文献的一个规范的引用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怎么样发表第一篇SSCA期刊 这个问题能稍微再详细一些吗 因为怎么理解这个第一篇SSCA期刊呢 是指的是影响力上 是比较高 是这个Top1的 还是发文章的时候 对SSCA的一个期刊的选择 对你可以稍微再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我看到咱们图书馆的老师们 给大家在评论 在聊天区分享了这个NNote的下载的地址 以及呢这个图书馆网页上也包括了怎么去安装 EndNote 它的一些使用的说明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说明 然后直接就能下载像我这样的一个EndNote的一个单击版了 这里面呢就是它正常的一些这个界面 大家如果感兴趣到时候 建议大家我们提前先下载安装好 我们11月3号下午3点钟跟大家进行分享 对我看到了这个问题 进一步的说明是还没有发表过相应的英文的期刊 看什么样的期刊更容易发表 那其实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这个期刊的发表 第一它对我们的这个写作的这篇文章 不管是语言上还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质量的要求的 当然我们首先保证 那我写作的这个 我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成果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研究出来 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写作了文章 那第二呢 其实对于选刊的这个角度 我已经写作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刚刚分享的 通过Endnote 通过WebSense 通过GCR 或者呢也能咨询我们身边的导师 或者已经有发文经验的这个试用师姐们 那帮我们呢去推荐一些期刊 那我们也能结合今天的文献的分析 去自己找到一些期刊 那一般情况下 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些目标期刊 并且呢我们也确认 那比如我想发的是SSC 那这个期刊它是SSC的期刊 另外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期刊的官网中 详细的了解 这本期刊它收录的有哪些文献类型 有一些是只收研究论文article的 有一些是只收这个review的 有一些是什么文献类型都有的 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期刊的界面中呢 去官网里面去详细的了解 这个期刊官网 它对于文献的要求 类似于就这样的一个文档 其实每一本期刊它的官网都会有 它的对于期刊文章的一个 投稿的要求 期刊的scope研究方向 文献类型以及各种要求 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个文档以后 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确实 跟这个期刊的收录方向非常匹配的 那其实这本期刊 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投稿的一个期刊 那它的成功率就会高一点 那首先要合适 方向合适 文献类型合适 文章的这个质量也合适 那就能更好的去发表我们的成果 那如果说我想 如果说我可能刚开始投稿的时候 不是特别大胆 那我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我们不投一区的 那可以直接投一些二区的期刊 或者影响因子 或者排名 就在我们这个学科领域内就没有那么那么靠前的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学科领域第一第二的一些期刊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降低一些 也是可以去投到一些好的期刊的 但其实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也比较建议大家 投稿的时候 我已经选定了一些期刊 建议大家还是从比较好的期刊 先开始去尝试 因为我们的成果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当然是发到越好的期刊上 对我们自己成果的影响力 对我们个人的发展是越好的 建议大家在投稿的时候 还是从高到低的一个影响力去选择 选择先选一些比较顶尖的一些期刊去投稿 只要我们对这个期刊的收录要求 了解的非常清楚 一般情况下这个投稿都是会比较顺利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心 好的 那其他的同学和老师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相关的问题吗 我们看一下时间4点19分啊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提出来 我们一起讨论 有一位同学问到有没有写作方面的一个培训 这个写作指的是对于写作的技巧 写作的 写作的过程怎么样去更好的提升写作能力的一个培训 是吗 好的 其实这个专门讲写作的培训应该是比较少的 因为毕竟就是对于这个数据库而言 他所参与到了我们科研的一个全流程 写作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环节 所以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说所所进行的这个内容的一个培训呢 不会太多一般我们都是嵌入到咱们就像今天这种类型的培训中 就是怎么去更好的开展论文的这个写作主要是从格式上的 但真正这个提升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目前还没有 但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是可以建议大家 这也是我们跟更多的这个科研学者交流的时候发现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写作的时候都是阅读了非常多的文章以后才开始的写作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我们这个领域 比如Nature上发了一个跟我们相关的论文 我们可以详细的去阅读他们写作的这个标题摘要 以及他的这个论文中对于语言对于成果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相关的文章进行仿写 就以他们的这个文章作为一个质量的标准 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写作的水平和能力 然后在写作以后呢 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先写一个论文的草稿出来 然后再对于论文的语言 对于论文的这个表述进行润色 然后再不断的去修改 这是其实这是一个实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单独其实去经历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这个培训方面对于这个实际怎么去操作 怎么在长时间内去演练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暂时还是没有的 谢谢你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关于BibleFans数据库的培训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在11月13号 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参加 10月3号 11月3号下午3点 来参加我们EndNote这个文件管理工具的一个培训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好的 谢谢袁老师 那我们今天那个PPT我也放在了那个群聊 大家可以下载或者直接到我们的图书馆导航上下载 那那个视频呢我们等一下也会上载到图书馆的YouTube跟Bilibili的账号上面 然后就麻烦大家就扫一下PPT那个二维码 就是做一下问卷调查 帮助我们了解你的更多的需求 刚刚同学提到EndNote的话就是我们11月3号 同样时间三点也是连接也发在上面 大家可以欢迎参加 然后我们星期五的话还有一场是讲WebFord的 也欢迎大家同学分享跟还有参加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参与了 我们的培训也正式结束了 好的 谢谢钟老师 感谢您 好的 好再见 再见